對於藍斯拉夫之外 這個是 尾場 就是冠軍爭霸戰 有這個是 瑞士對俄羅斯 也是一場勢軍力敵的比賽 這場的決賽 起碼開頭可能比較少人貼 因為藍斯拉夫大家打算大熱 不過實際上 瑞士和俄羅斯在初一的表現 也可以令大家激烈讚賞 今天是初四 很多球迷的觀眾喜歡上班 所以這場球現在是 5點9、6點開球 開始有很多球迷預貫入場 是啊 因為我在下午4點多 我就已經來了這個大球場 也都見到很多人 已經坐在這個大球場門口 等開始賣票 大概4點半鐘左右 已經有成 差不多四五百人 就排在這個門口 準備賣票 剛才我們好像有些訪問 是啊 因為除了很多觀眾入場 我們足總主席許晉輝 當然也都來賣 和球迷一起看球 看我旁邊的足球總會主席 許晉輝先生 主席初一和大家拜個年 不過今天也是初四 再拜年都不厭多 公祝各位觀眾 各位球迷新年進步 萬事勝意 多謝主席 今天第一頭場 大家都知道 港聯會對著 原本認為是冠軍上很大的 藍斯拉夫 現在在貴軍戰 對著這支這麼強的勁力 我們都不要講勝負了 或者看看 今天港聯有什麼得著呢 我相信港聯經過年初一國仗之後 今天應該會打得更加好些 當然藍斯拉夫人是勁類 我們跟他都不是全部打的 最重要是打一場好球 給觀眾欣賞 這件事最重要 其實勝負不是最重要 因為你說 始終藍斯拉夫都是歐洲一哥 好了 這場球未知勝負 稍後稍後 接槍會看球 多謝主席你先 謝謝 我們剛才就是 香港足球總會的主席 許進輝 跟各位球迷拜年 接下來就會有一場 香港聯賽選手隊 對藍斯拉夫 爭奪貴軍之戰 沒錯 很多球迷我見到 直接拿雞腿的飯 進來就是打算看球送飯 好了 休息一下 馬上去看球 好 歡迎各位繼續收看 這個友善體育台 為大家播出這個 家事百杯的貴軍爭霸戰 由這個香港聯賽選手隊 就會對藍斯拉夫 現在已經見到 雙方的球員 就由這個球證帶領之下 已經是步出球場了 今天呢 執法球證就是瑞典的新道爾 兩邊的旁證分別就是香港的林漢松 還有這個林德成的 好了 大家見到呢 這個是 沙維斯穎 又帶領著這個 南斯拉夫 是出場的 香港當然也是 又這個是 吳群立 串起十二號球衣的 現在見到呢 是帶著一個 王尾章 是 有一支 公平經濟 國際足協的公平經濟的旗 在帶領之下 就步出這個球場了 好斯基 這場就會是貴軍戰 當然牙交意味比較強些 不過呢 都有獎金的 如果你說 一個不幸輸球那隊 就有美金五千元 貴軍就好些 有美金七千八元 冠軍就當然最好 二萬五千 亞軍一萬二千五百 錢固然是重野 不是二頭而已 因為這場球 大家都希望 能夠在港聯 對手身上學到東西 還有 在香港 這個地方 是給大家看到 一級的賽事 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過 年初一那一場 藍斯拉夫對俄羅斯 那場比賽 真的值得 各位球迷欣賞 現在見到 許俊輝 是 香港總會的主席 還有副會長的陳耀琴女士 就 看看是否行 這個是握手禮的了 那麼 廣聯隊 咦 現在見到 和第一場的陣容 就有少少不同了 因為 已經見到 門將 德保洛夫 已經站在這裏 另外 也見到 有個奧化 也站在這裏 就是說 廣聯隊 已經換了 一兩個人的了 是啊 見到 藍斯拉夫已經開始握手了 剛才有 十周度比 藍米洛斯域那些都在這裏 另外十一號 就是杜勞域 由隊長沙維斯域 作過介紹他們的 這位就是 藍斯拉夫的代表 鄧戴娜先生 他就進行 握手禮的 門將是 米洛斯域 是的 握完 藍斯拉夫 當然要跟 球證和助理裁判員 握手 現在輪到 香港 香港聯賽選手隊 見到 奧拿里奧 另外 這個 是 十五號 卡加諾夫 十八號 就是奧化 施殺 都在陣中 看來 這個是 香港聯賽選手隊 是有少少的人腳的變動 許主席和陳耀琴 女士 兩個 亦都輪流 跟 香港聯賽選手隊 行握手禮 當然 握完手之後 就來一個 全家福 叫合照 港聯的後備 出來了 當然 一起拍照 今天見到 港聯的出場 和對上一場 都幾大變動 是呀 是呀 因為在名單裏面 就不見了 亨特 馬錫菲 和梅雅 都是 沒有上陣 李布林 也是後面 李安立 法逆通的門將 李安立 也是沒有上陣 可能 亦都是 給大家 有份入選的 都要到場 踢踢踢 後面見到 李健和 穿了一件 穿了一件 出賽陣容 首先看看香港聯賽選手隊 搜盟員 1號 德普洛夫 3號 施殺 5號 奧拿里奧 6號 摩亞 10號 巴貝尼 12號 吳羹辣 15號 卡根洛夫 18號 奧化 19號 馬田 20號 帕堅斯 21號 拉迪斯拉夫 至於藍斯拉夫 那方面 搜盟員 米勞茲域 2號 梅高域 4號 波力 5號 史蒂芬奴域 6號 米赫洛域 7號 哥維達利卡 8號 沙維斯域 9號 米洛斯域 11號 杜勞域 15號 居石 和17號 杜比拿 在年初一個陣容裏面 今年有3號 師傅高域 和10號 彼道域 都沒有上陣 就補入了 居石 和波力 這位4號 波力 是今天第一次正選姿態 上陣 而第一場 年初一那場球 他完全沒有踢過 後備都沒有上陣 他效力 藍斯拉夫 柏迪遜 至於15號 居石 在年初一 曾經以後備的姿態 入替過米洛斯域 這位居石 今年25歲 在英格蘭 藍斯拉夫 效力阿斯東維拉 這兩個球員 看看他的演出是怎樣 居石 在年初一 大家都見過他的演出 但波力 暫時沒有看過他的演出 如果照現在 藍斯拉夫的陣容來說 除了這兩位新的球員 入正選之外 門將也改了 因為哥馬 哥石 因為紅牌驅逐出場 所以今天不能夠上陣 由米洛斯域 打回正選的位置 講回上一場球 他拿了一封利是 拿了紅牌 因為對手 如果不讓對手 過完的時候 隨時 可能都不需要 面碼都是輸了 對手有個單刀機會 沒錯 見到巴貝利 今天繼續 專上10號球衣 這也是正選 輸了後球 又講回頭 也是4號波力 是害他的 原來波力 曾經上場的機會 忘記了 波力 因為他在升高的時間 他就想頂不頂之間 所以那個球 漏了到後面 給對手一個單刀 沒辦法 哥石 就出來 把球掉了 正選 這個就是了 上一場球 九分鐘才出來 然後首十二馬 就輸了 米露之域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光頭仔 今天打正選 馬田 打得不錯 馬田 很勤契 上一場都是以後備姿態入體 今天這個港聯 也有少少陣容變動了 比如奧化 波亞 都是第一次上陣打 正選 開球那麼快 司機 交給你 好 大家見到螢光幕 串起 藍色衫 白色褲 紅蜜 在螢光幕左公右的 就是 藍斯拉夫 紅衫 紅褲 白蜜 就是香港聯賽選手隊 我們簡稱 叫做 港聯 兩陣隊員之下 預備展開這一場的比賽 這一場屬於 貴軍爭奪戰 原來首先就是 這個是 港聯隊開球 見到12號的 吳群立已經走過去了 好了 球證雞聲響之下 貴軍爭奪戰 立刻就轉開 港聯隊立刻來一個 進攻 帕堅斯 鬆鬆到左邊 想給吳群立 可惜 波太大力了 動了出來 底線 吳群立 身為隊長的吳群立 聽聞說 他的兒子發高燒 這樣 回到廣州 一段時間 立刻趕回來 打回今場的比賽 看下駱域 梅高域 再給波力 梅高域 嘩 帶了一程 都沒有人買 他機會給他 幸好米露斯力 又拿回 想側過去左邊 警察 伊托奧化繩 關於用腳 把球送回 這個 德普洛夫 可惜德普洛夫 一送球 也送出大 變成這個是 架外球 架外球 已經扔進來了 十一六 就是杜勞域 最後給奧拿里奧 一腳又散過來 這個是 藍斯拉夫的後半場 底路之域 看下駱域 先吸定了 中間有個波圍達力卡 又不給他 給他後一點 給回梅高域 沙培斯力再彈回道路域 又不去 左邊扯右邊 厲害了 幸好過不了 仍然下駱域 這個是波力的腳下 再送回中間 他的米客 下駱域 那個維達力卡 還在自己後半場 因為這個 香港聯賽選手隊 已經開始緊迫著他 十五個就是居石 後來阿斯東維拉 再轉過來 這個是左邊 這個杜比拉 我見到這位史提昆 阿斯東維拉 哇 就射了 離開龍門 上四十 還有一個機會 杜比拉 可惜最後一抽 是把球抽高了 射球的就是杜比拉 現在呢 李德能又回來跟我拍檔 李德能 剛剛呢 就是幫這個大會 就是做了一個 賽前的握手禮 也都見到這場球 一坐下 已經感覺到那個 香港的踢法 似乎跟年初一已經不同了 大家呢 比較放些 剛剛上來 也都見到這個 自由球專家的 駱惟施展一下他的軟射 今天真的要特別留意一下他的左腳 看來呢 他都會向香港的球迷 施展一下看家本領 因為年初一 俄羅斯的波波夫 已經射了世界球 好了 輪到港聯隊的進攻 港聯隊 今天也都似乎 踢得是 比較放了些 剛剛 看到二十五的 帕堅斯去不到 那邊盧毅呢 接到這個球 哇 奧化幾快 聰明 奧化這個 發力通的球員 在這場球 已經是兩次 互防 阻止了對方的進攻 卡坦諾夫 這個就是發力通的隊友 哎呀 可惜在後面被人叮叮 帕堅斯這個球 叮了出去橫邊 界外 仍然是港聯隊的球 卡坦諾夫 又扔下來 給了奧化 奧化 今天就稍為要 做多些防守的工作 因為馬錫菲 這場球 沒有再正傳上陣 南斯拉夫的後半場 看到他們 只有一個自由球 上半場比賽 進行了三分半鐘 紀錄是0比0 這場就是貴軍爭奪戰 如果發電的時間打和 又會是12馬分勝負 唯一一場會進行加持的 就是冠軍的決賽 看看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冠軍了 年初一場球 我個人覺得 踢球的機會太少 發揮到他的作用 即是每次都在巴貝利那裡去 是啊 我們都覺得 連初重疊了 中場那方面 即是重疊了 一個Keyman 一個巴貝利一個紅群 就變成了 沒有這個中場的難設 今天呢 陣容方面作出了提醒了 我們希望 訪員也都是 打一場球 令到我們在初四呢 有一個 開心的回憶了 那今天呢 如果在中場 擺過 魔瓦在這裡 我相信呢 難擊 其實折擊力是好很多的 因為魔瓦 始終都是欣賞的 哇 德布洛夫做什麼 竟然懶得害事 拉迪斯拉夫 哇 被人一躺 這個飛過來躺 他就是居石的 那個球就出了界 就是這個 藍斯拉夫的架外球 我見到 波力就上來 扔這個架外球 波力 馬田和帕堅斯 兩個夾擊之下 終於那個球出了底線 就是廣聯隊的球門球 這個波力 連初一場球 波力就沒有上陣的 有啊 是在後備上陣 後備上陣 是 他就是來自這個 柏迪遜的 因為 他 輸那個 十二 輸那個龍門 他有責任 因為他升高頂波的時間 頂不到 又漏了下來 就被對手單刀推卦 那見到 港營的門將 德布洛夫 大腳開出這個球門球 都不過前場 幸好光頭仔加一頭 嘩 這樣鬆一章 有沒有搞對 這個小號仔 哥維達力卡 但是球者沒有發到 沙維斯維也搶到 再補一腳 前面有隊友接應 嘩 但是奧化西來 這個是奧納利奧 這個球是奧納利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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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吃金師 大家叫 estos insider 一堆 這球是奧納利奧 這場球出 cost 雲蝸仔 看看會不會射門橙 史蒂芬奧 中間有危險,這個球贏得了 這樣走漏了之下,被這個高大的中鋒 米路斯維輕易頂了 這個球除非能夠緊身捏住他 否則球已經落到他的頭頂 就十分危險了,這位是阿斯東維拉的戰台 你看,都很鬆動 後面那個還未到 前面那個施殺,包括中間也都是 剛剛走在他前面,沒有緊身貼住他之下 就被米路斯維加頂進這個球 上半場的六分鐘,打開記錄了 那個球頂出來,由於離門太近 加上角度都比較尖鑽 所以德布洛夫這個球也是暴重玩夠 你看,施殺,哎呀,到連法國的時候 都已經後悔太遲了 今晚看來,這個綁聯隊 就將施殺移到中間,合拍奧納里奧 將卡卡諾夫移到右手邊 卡卡諾夫是打右邊的 現在奧納里奧先拿著球 巴貝利 哇,攻擊就射,好用啦 結果巴貝利也把球射高了 左邊拉迪斯拉夫,右邊卡卡諾夫 中間兩個就是奧納里奧和施殺 不過又怪少少,卡卡諾夫又放進去 打右邊的二閘 看看他行不行 在本土的比賽,從來沒見過卡卡諾夫在這個位 不過呢,這個港聯隊 就打一個3-5-2的陣式 即是說,後面三個呢 由右至左,就有卡卡諾夫 奧納里奧和施殺 好啦,藍斯拉夫又來波 哎,奧化聰明啦 奧化如果多些打這些球 回來救駕是有些作用的 因為他是伸高腳長 亦都相當快速的球員 奧化 可惜他一送到前面,也沒有人接應了 梅高域 再給這個波力 這片箱就是港聯的教練 曾偉忠和這個卻木 好,拉迪斯拉夫 柏基斯 哎呀,想說給這個拉迪斯拉夫 但是太大力得罪了 結果拉迪斯拉夫也是沒辦法 港聯隊在對瑞斯那場球 就憑著拉迪斯拉夫上來 首先施射 對方的門將脫手 就被梅雅來撿死雞 拉迪斯拉夫,哎呀拉迪斯拉夫 忽然漏了 過力,在右臂 斬到你中間 有了 哇 好在,緊緊把球挑高了的就是杜比娜 拉迪斯拉夫 好,居石 又給居石 不拿,流過來 這個想說給他 要不然要落域的 可惜也過不了 居師拉夫 居石 扔到間外球 再給居石 想說落到底線 但是又給吳雅雅回來 是把球撞橫了 這位是間外球 這位仍然也是效力 東維拉的球員 居石 沙維斯兵 看看落域 能否去到呢 這個也是杜羅域 一個單趟 猜得多通 這波真的很漂亮 看得很通透 居石 又來了 現在左右隊伍可以接完 這次得布洛夫出來 這次得布洛夫出來 這個水準 大家是不用怕的 時間也都欺負得好處 他一扔給馬田 結果馬田就甩下了 十分半鐘 是上半場的比賽 暫時我們看到 藍斯拉夫的側擊很漂亮 兩邊發難 都是有威脅的 幸好呢 在港聯隊的右後防那邊 就有個OVER回防 拍著卡金洛夫 都還頂得住 但是現在這邊 拉迪斯拉夫 要面對著 還有這個後上的少少仔 的波力 都顯示出 他的速度很厲害 真的要小心點 這邊 梅高域 在意大利找食 跟達蘭大的球員 居石 韋克諾域 面對著這個 是港聯隊的帕堅斯 一球在手之後 藍斯拉夫在自己的後半場 也是打得非常小心 慢慢來 認真不急 但是前場 一跪到球去兩邊邊 你們就小心了 中路入席又行 梅高域 哇 真是線線齊開 港聯隊真是有空 有空 有空 好 這球是回防車後者的 哥維達力卡 腳下 還有 守門員的米露之域 他代替了上一場正選 哥石 又是這個長球 又是這個長球 哥維達力卡 在荷蘭找食 在踢和力丹 波力又給他 這個哥維達力卡 有1.93米 他身體 好 這個球 看下諾域 鬥狗 還未出界 好 斯蒂芬圍 看下諾域 這球 這球 可惜 這球 巴貝尼折倒 巴堅斯 再扯過來 左路 光頭仔 看你又怎樣了 馬田 連賽 後面入帝 在教學的時間 都是發揮到他的喘小作用 光頭仔 巴貝尼漏了 後面不漏 斯殺 再把球 想說解圍 那球有些少許 馬田加一頭 都頂得了 今天兩位旁證 就是香港的邦發華 和林安松 又看到這個 拉迪斯拉夫被球證 是罰退了 他就侵犯這個米露斯域 暫時在接近13分鐘的比賽之後 我們都可以說 南斯拉夫是控制著戰局 畢竟以這班球的質素 可以在世界上跳到一流的 球隊 控制到戰局 一點都不奇怪 哎呀 這個球送出來剛剛 落點稍微不太適合 杜比娜這個球 也坐了升降機 跳頂的時間 不太恰當 變成球突進去頭頂 頂到摩利波 只是在眉頂出界 托比娜就在法國賺吃 後來在巴斯蒂亞 連賽一的球 對俄羅斯的球 就是他進入了 這個球 斬出來本來就很危險 但可惜 中間把握得不好 就不夠正說 米露斯域的頭頂頂得不漂亮 暫時藍斯拉夫還是領清1比0 施殺 這場球移到中間 拍著奧納利奧 可能利用奧納利奧 比較高的身材 去負責搶制空 而在後面倒閉的 就是由黑洋球員 去負責 卡根諾夫 省眾人 但是中間還有些機 鬥到了 不要說 但我認識球 踢不下來 拉迪斯拉夫 巴貝利 哎呀 稍為勉強一點 幸好仍然扣回這個球 在巴貝利的腳下 自己推脫了腳 對方越來越多 硬闖也不是上算 巴貝利的功夫仔 雖然在香港 就算上成 但是記住藍斯拉夫 還有這麼容易被你畫到圍嗎 那如果他都能夠 是 畫過就過 一級球升到去 一級球升到去 不是那麼容易 同時呢 對方藍斯拉夫 那個防守也很緊密的 你過得一個 第二個人已經賣到來 鳳梨不會讓你 很輕鬆地賣到去 即是他們的補位 補得很漂亮 好了 現在輪到這個 港聯的中國大學 又慢了少少 這個居石 就給了守門 米勞之域 梅高域 今天看來 將梅高域 又移在中間 看對方的 藍斯拉夫也好像打出 一個3-5-2的陣式 上一場 米客洛域和史提昆奴域 兩個握手這個中路 今天就好像 不是了 米客洛域 頻頻 鼓了過去前面 是助攻的 相反 這個 是 是 他也在初一 那場 是吹 尾場 即是說 他也是第二次吹 港聯隊 馬貝尼 後面有個沙維斯域 也不追他 輕鬆地放到 那個球給奧花 看你有沒有得 沙維斯林分奧域 上滑路 底線 哎呀 自己推得很厲害的 這個球 這個球 雖然射到 帕斯堅的目標 但是由於射得這麼勉強 對方的 張米勞之力也已經 補了勤處 所以這個球 只獲得主場球 不是一輪掌聲 威脅力就不大了 再看一看 這個球也算是 上門第一次正式的攻勢 但這邊又來了 幸好我們的慢鏡 都切得快 如果不是 走向眼這邊 已經反覆成功了 17號的杜比娜 射入他 在今集合水波的 第二個入球 所以打球的東西就是這麼巧 你一不入 對手就有機會 來一個反擊 看看 在路斯榮這個球邪傳 給了杜比娜 這邊真的很兇 剛才我們也說過 港聯隊的左後防 今天還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4號的波力 還有就是剛剛入球 這個杜比娜也是在這邊 賺吃的 果然又一次是有效了 港聯隊回防 後面是空空洞派 2比0 上半場17分 看來拉迪斯拉夫和馬田 都要有一點默契 因為馬田應該要多些回來 幫不幫回 這個是拉迪斯拉夫 就不需要他一個人 要報兩個人 馬田 可惜又被對手頂高了 最後下來給了居石 這個又是馬田 最初來香港的時間 效力了東方 但最後又效力了魚丸 還會過來中間 看來馬田的踢法 都是比較喜歡進攻 不是一個很喜歡回防 所以打到這個拉迪斯拉夫 真是無於奔和 好 奧化 完全是放不掉對手的 克基斯 給奧化 有機會了 越左衛嗎 不行啊 都是越左衛 越左衛 越左衛在先 因為龐正已經搖了旗 如果波不越衛 就有些機會 但可惜越衛在先 還是0比2 港聯隊暫時還要兩球 波是落後的 只不過打到上半場 是十八分多鐘 看球越一位 零零丁丁一個 波仍然落回來 港聯隊球員一腳下 巴貝利 牛扯一個長傳 可惜又過不到 哥維達利卡 還有 又越 看來今天 吳群立較為鼓掌 一點點 就拍了 這個 是波堅斯 就將摩亞和巴貝利 擺打這個 中場 防審的時間 吳群立稍微墮後 但一進攻 吳群立較為前了 一點點 就拍了 這個 是波堅斯 毛哥維 轉到身 哎呀呀 有沒有犯規啊 沒有犯規就死了 哎呀好爺 最後得布洛洛出戰 又再射過來 又多好 你要解釋出來 一個倒掛 掛了出來龍門後面 哇 這個波好危險啊 哎呀 最後了 這個杜比拿呢 都不行 以為可以過人 不可以到 結果一個倒掛 都掛不到那個波 初初呢 就以為 對方是越位的 但是狂政 誤條旗之後 波維達利卡一射 哎呀最後 又不可以 終於 又出了 這個是底線 南斯拉里夫的攻勢相當狂潔 這麼多壓著這個是網紅隊來打 這個球如果德寶洛夫不是用腳伸到的話 又很難 最後奧拿里奧都聰明 一腳在龍門口把球救出來 杜比蘭一個倒掛 有什麼作用 大衛球 射門次數呢 南斯拉里夫有七次 港聯隊只有一次 馬田 哎 馬田也是不好 怎麼這麼行 總是我覺得馬田真的是 他是玩東西的 其實都習慣著自己玩東西 好了 巴貝利 看看有沒有機會 摸一下 一腳又脫底 回身拿回的球 可以拿到應該他的身材 泰坦諾夫 冠桂立 Over 又脫了 一拖又脫了 又被對手搶到了 一搶到你 有藍沙維斯力 走位來的球 有沒有越位啊 有越位的球 沒有越 沒有越位又射好 不要裝越位了 防徵頻頻都覺得是沒有越位的 所以被人被連回 連回這樣中路突破 打到德寶洛夫呢 都零零頭 二球球的德寶洛夫出來 睡到而已 睡不到又有爛的 因為他睡一睡 那個球 就變成了 沙維斯力最後碰球的時間 有少少少 就脫底了 即是有少少撻球了 幸好他航航的球 變成彈地 難控一些了 所以沙維斯力這樣公駕的球員 最後那個球員 也是擠高了 但是呢 又一次看到廣平隊的後防 嘩 似乎真的很容易破 哎呀 離了 這邊又有 困不到之下 弄一顆 艾勒斯力很想的球沒有角度 現在布洛夫呢 顧回出來 哇 港聯隊今天呢 這十多分鐘顯示 真的好像不設防一樣 沒辦法了 對著這麼高級的球員 教授扔進來 艾勒斯力 邊線有個居石走位 他躺回到中間 被隊長沙維斯力 看下駱惠 還未射 本來呢 這個已經是射程範圍了 巨石蓋全中 又有懶 幸好德寶洛夫 打下球 撕殺過來幫手 好啊 德寶洛夫這場球真是寒寒 好啊 前面大家呢 又跳一堆了 15號的巨石 這邊呢 就是香港的 港聯隊的 拉迪斯拉夫 剛才這個球送出來 落點都很危險的 幸好呢 這個杜比拿到之前 剛剛是被特古諾夫 扶到的 而已 卡金諾夫 起來 中間有一個 裙俠在這裡 哎呀 他被光頭仔 光頭仔第一時間 彈過撞牆給他 誰知這個球 被他離了 身邊一追 馬田這場球 似乎不及得他 年初一的時候 不太威脅了 又見到 南斯拉夫 中攻 人很多 港聯隊 在鏡頭我們隨時見到 五六個人 但是呢 走的位置呢 並不是很純熟 所以呢 面對著對方 兩三個人的突破 已經是 走到吸氣 看看奧化這個球 弄了一顆了 哎呀 扎國的了 射到球也值得一讚的了 不過奧化呢 暫時也是 港聯陣中 我們見到最大威脅的一個 上本場 僅有的幾次進攻 全部都是由奧化在右手邊擦 這個球呢 他是憑直接身材 擔開了對方的無高域 接著那個球也射中目標 但是沒有辦法 自己單打獨鬥 唯有都是 看看自己 腳鋒順不順的 這個球也總算射中目標 南斯拉夫這邊的整體戰 比較好很多 瑋洛斯域 好著回來的巴貝利 拍掉了 不要玩了 奧拿里奧呢 把球給橫 梅亞搏一腳 給了卡根洛夫 想說推過沙維斯域 沙維斯域 看到他的腦 但是卡根洛夫仍然有身位 誰知道 都是擔輸給沙維斯域 你不勾他 他就搞定買 幸好 又是這個 施殺在後面 幫他撿了樓 第二次 沙維斯域的進攻 被港聯隊的球員瓦解 還沒有試過 沙維斯域 來香港 這場球也挺努力的 沙維斯域 這場球也挺努力的 對 這場 好像跟他連初 一個場上半場的演出差不多一樣 對 但是到下半場 他又不知怎樣 好像立了下來 看看 他怎樣 擊破了卡根洛夫 再去的時間 剛剛 施殺也都包了過來 結果被門將 德普洛夫解圍 沙維斯域 又來過 在右邊 馬田追他 一追完又沒有了 一個施殺 再給居石 又為沙維斯域 又送到中間 過不了施殺 不斷了 好 自己來 掌握送過來 給奧化 實際上我覺得給奧化的球 就不應該給他的位 不應該給他人 要給位 讓他走 才對 但是港聯隊 就每次給他人 那裏 應該要給位 他走 就是給他直線 他哨 應該如果照這樣看 他有這樣的速度 可以哨贏 這個 是史蒂芬和他 德普洛夫 港聯隊的門將 這件事頂到的 可惜中間又沒有人接應 你看幾多個藍衣 球員在這裏 紅衣 只有一個半個 由於他們打 這個是防守的戰術 沒辦法的 好了 幫一下 給奧化 奧化 你現在要不要叫他 叫他拖著那個球上 就肯定不行 他的腳法不是那麼好 但是如果你給他一個位 他走 馬上走 他會有些機會 你看 你拿球也拿不到 就是 終於出了間 你一定要給他位 走 仍然是2比0 藍斯拉夫 兩球球佔先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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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他 摩麻 佩健斯 不屈 哎呀 他過不了 花伯尼拿回 這個就是佩健斯 給了馬田 吳葛勒,梅森拿回了,拿不回了,終於都是戒外球 是被梅高域把球踢出去的 隊長吳葛勒,亦都在港聯陣中唯一一個是華人的後援 暫時,立仔扯回後面,他扯得領點,機會脫底的 卡卡諾夫,推過了一個,再推上,走位了,有了,包包你入攝 人家都沒人撞你,你就自己跌在那裡,那個是史蒂芬奴域 身材真是厲害,一過來就騙著你 梅哥域,波力,慢慢來 藍斯拉夫的打法在後場,他不急的,慢慢慢慢的拆上來 但一到危險地帶,他一三兩下的入攝,就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梅哥域,到處找自己的隊友,波力,巨石,再拆回後面梅哥域 港聯隊不出來撥,他亦都不去,慢慢等你出來 過施殺,施殺自己跌在那裡,幸好帕堅斯努力 他一拿到那個球,對方很快地搶回你,兩個人,兩個人過來撥 他不知道沒有一個人在那裡跟你等運 還有一個人在那裡 好,拉迪斯拉夫,馬田 最後也是被波力踢出界 拉迪斯拉夫又扔入,特堅斯 又碰到給別人 最後也是拉迪斯拉夫扔這個界外球 巴貝利給他 上不到了,兩個人過來捕著你的 稟字形圍著 好,看看 巴貝利站過來,摸一下頂到了 給了這個 奧巴,看你做出好戲了 奧巴,一腳過來,有啊,甩手啊 還有,射彈,有啊,哎呀 巴貝利最後一射,射高了 這些球球很大機會 巴貝利第一時間射過去 就是由米露之力彈拳打出 剛剛是落在這個,包括尼腳下 奧巴,一斬過來 米露之力,一落,甩手 最後被波力解決 哇,火頭火火,現在又來過了 機會踢死這個德普洛夫 幸好德普洛夫都沒事 奧比拿過去射門的 五八了 幾乎每一次港聯隊 他進攻完呢 對方就短時間內 就馬上反擊成功了 所以呢,這個也都難怪 卻活呢,是很擔心的防守工作 哎呀,這個球很漂亮啊 巴貝利頂頭 但可惜的球很高 連續一分鐘之內 巴貝利一頭一腳都不順了 那麼起碼呢,這場球給我們看到 雙方都有對攻的情況 那麼比賽速度呢 靠之年初一 講完對瑞士的球比較快了些 那麼可觀性也都比較高 好了,港聯隊呢 又有一支的進攻機會 巴貝利呢,斬進來中間 吳群俠截到 但是迪斯拉夫 這個不貼門一齊了 那麼中間呢,也都沒有一個呢 十分之高大的中攻 可以過去威脅這個米露之力 哇,長傳急攻 那麼,劉斯拉夫呢 知道港聯隊的弱點了 現在應該充分掌握 哥維達利卡 送了上來前仗 巨石 再在中間攪輪 巨石自己推出同位 但是奧納利奧馬尼呢 是丟低了他 第二節的控球指數顯示呢 港聯居然有點上風 對呀 領先呢 大概是七個百分點左右 好了,這個球呢 就看看六號的米露 洛麗的功夫了 這個球呢 進入了他的射程範圍 無以他的左腳 他來香港之前呢 代表芯多利亞上陣 對芯多利亞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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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場球呢 寶宅角度呢 也是射入了一個自由球的 那個球是機警 但是這個球呢 只是看純熟就可以了 好呀 都挺適合他射的應該 扔到很後 中呀 倒一頭 輸了 奧比南 射入了這場球的第二個入球 也是這次比賽的第三球 德布洛夫不知道是否也知道 米客樂域的名堂 所以這個球呢 雖然射起來沒甚麼角度 但是呢 勁度強之下 他也不敢接 那個球呢 拍下來 其實他已經失去身位 在慢鏡我們看到呢 他已經掉了去左邊 但是那個球呢 正正在中間來之下 搞到他呢 都有點勤 那球呢 壓下來 整個球也不夠快 奧比南和米勒斯惟 雙雙廣道 哪個點都有 所以有一個 線射中距離波的殺手呢 真的很重要 米勒斯惟 雖然 米客樂域這個球 雖然不是自己搞定 但是呢 也是間接造就了這個 布比拿的入球 唉 這邊呢 輕鬆得開心得來 見到輕鬆 對呀 完全不緊張了 32分鐘 現在比賽入球的時候 三四 一分幾鐘 現在贏到三比零了 又有 又是居石 看看是否找他的 維拉的拍檔 果然是 可惜呢 這個球 米勒斯惟呢 就比港聯的奧南利 要養一養 那球是拿不到的 不過那以前呢 這個米勒斯惟 亦都是出去場外 接受 跟伊特利過一下 看來呢 好像是撞出個屁 看到李布倫呢 坐在後備席上面 卻活呢 依然都是保持 仇微深鎖 沒辦法了 這場球 我想呢 這場球 都是容易了的了 問題就是 港聯打不打回自己的水準 是的 一早他都說過 這場球球員 吸收人家的作賽經驗 看人家怎樣打 港聯隊想贏 有多難 原本如果不是對著藍斯拉夫 就有些 有些有得玩一下 但一對著藍斯拉夫 真是沒得搞 對俄羅斯都難咬的了 對俄羅斯都難咬 是對這個瑞士的 但瑞士那天真是好 就打得頑皮 對俄羅斯又來過 看來今天 藍斯拉夫絕不放中你 盡數 搶回他的聲譽 拉迪斯拉夫出來 巴貝利 整個直線 拍一件事 對手都很押 但對手真是厲害 身材真的押起來 你根本都沒得打 最後被這個 戴利卡拉解都圍 拉迪斯拉夫又拿回 然後拔一拔人 這個巨石拔人 球證就是 給低規條 結果都要吹了 港聯的自由球 拉迪斯拉夫 看有沒有辦法破彈了 現在落下三球球 上半場的33分幾鐘 仍然還是 這個都是3比0 大家在看 我們有線體育台 在香港大球場 直播這一場 貴軍爭霸戰 紀錄是3比0 藍斯拉夫暫時三球球領先 馬田馬逼對手 沒什麼用 梅高域 看下落域 又空了 沒人押 看去不去到 最後都斬了出來中間 喂 一波爪 嘩 好危險 最後就被這個 史蒂芭霸域斬出來的 好在這個 史蒂芭霸域斬了 他不是斬那個 他斬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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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比拿拿球 斬後面 好在 德布洛夫 蓋著 德布洛夫 蓋著 德布洛夫也說 哎 慘了 嘿嘿 仍然都是三比零 藍色三個 藍色拉布佔線 奧拉尼好搶到那個 波爪 波爪 歐 奧化 又過來 逼啊 逼掉了 再過一過 又有了 波爪 這有機會可以過 但是過不了 包到過來 這個米俠龍域 是把那個波爪出界 比賽 召開 看下 啪動兩下 射 拆多了 被人家迷咚到 馬田馬泉搶 又搶不甩 轉身都沒有 好了 人家來一個反擊 先生看有沒有機會 不是 郭司榮 看路司榮 卡動過 射 射到 射到呀,射到呀,射出界 這位相當年輕的球員,今年只有23歲 在英格蘭穩食,阿斯東維拉 功夫當然是到家,你看,一樣 避過了,左腳掌,射過香蕉型的內彎球 射失了 射門的次數,藍斯拉夫十三次,廣聯中四次 十三次,入了三球球 對石 又有了,嘩,好像奧羅里奧撞出 巴貝利又來自一步,沙維斯永 在這裡,沙維斯永 三個人,你看,見到廣聯隊的球員合法 站在這裡,等波滴 好了,五角勒,側了過來,左邊又沒有人 我又不明白,為甚麼明明看到奧化走的呢 難道他看不到奧化走的 他就是不給奧化那邊 五角勒 又被人踢了 巴貝利 應該那個球看著奧化走,應該可以給到奧化 但他不是,他就是扯過來這邊 好了,奧化 又剪了中間 有沒有 啊,又沒有 其實奧化,利用他的速度,下去底線,把那波斬出來 就是他的漢家本領 如果你給不到,沒甚麼用 他給巴貝利,頭脫頂到,但沒有力 你看看那波 仍然是0比3,紅色三球,趕著落後 哎呀,這麼困難,哎呀,害怕了 你看,對方絕不放棄你的 有這樣的暫時,就贏了三球 老虎也扯下來,不讓你拿著那個球 球證是出發了,危險 喂,但這個球是不群立的射程範圍 輪到香港,這個聯賽選票隊 巴貝利看來又爭著踢 是呀 巴貝利又爭 巴貝利這個位置,也是他兩個,其他一個射了 原來一個場球,他們直接人射了一腳 腿末,五箭,全部都有些笑容 那當然啦,這些球,坦白說是輸 即是,心態是輸的 那看看誰射了,這個球 實際上領隊,教練應該有提 因為有表示 在賽前有表示 好,五群立射是不是 果然是他,一射過了人場 但是,他的球 沒力了 沒力了 那個球的力水,差很遠 沒力了,沒力了 他右腳去射 剛剛人場只剩下一條縫 射穿人場 雲立也是射那邊 射穿人場 那個球實際上來到龍門口很遠 有超過三十萬 港聯隊上半場 另外一次射中目標的機會 大概有兩三次 射中目標的就 射到前場 差回給他 射到中間,還沒接應的 哥維達力卡 沒錯了 看你怎樣比法 你又推信 想說是假的 巨石彈彈後一點 隊長稍微施育 他還要把他打到中間 他再調整 他的左腳 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哎呀 他打到他的牙煙 這個球 真的可怕 還未解圍 魏路斯彈彈 馬田 小心點 江頭仔 他把高波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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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個球都抵得不正 稍微施育又怎樣 把過頭 這個球給得很漂亮 杜魏路育 看看有沒有辦法 哎呀 這個球真是禮計 這些真的是 單提馬的 論盡地方 他只是左腳 明明應該右腳出 他都要用左腳彈 再看看剛才就是 魏路斯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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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另外一腳的遠射 這個球在龍門後面的鏡頭 我們看到的 肯定是中框的 所以 幸好德普洛夫這個球 亦都移不到位 但都接不到 都只是扶出來 梅高域 25歲 這個就是 單提馬的杜魏 拉迪斯拉夫 雲俠走到邊線接應 亦都有一個 對於帕堅斯 沒錯 他差點給帕堅斯 這邊 哎呀 又是自己推掉了腳 沒辦法 實在對方壓得很緊 雲俊俠這個球 亦都是 衝旁之間 一腳附近中間的時候 那個球完全不到位 這場球 老實說 這場球表現平平 這個球已經是 魏路斯堅勒 躺起 應該 可以淡定一點出 但這個球 他這樣 搓到中間 已經在空中出界了 就算不出界 亦都沒有人過來 威脅到對方的膨脹 對方的膨脹 波維達利卡 維克羅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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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追著他,給了一個框頭仔 馬田真的令人失望一點 巴佩尼送過來這邊 卡根諾夫撞空,厲害 射得他,沒錯,射,漂亮 可惜,偏面的表力也挺強的 撞到,撞到國球 勢不頑啊,邊走邊射 卡根諾夫也有左腳 真的散了前面的球員 不然這個球會不會偏微的表格 這個角球看見不近打開 近轉落 有什麼用 後來給米克洛穎,先把他的射橫 接著回來,拉迪斯拉夫好像有些口角 不緊要的球,繼續開 在路斯穎,撞出來 哎呀,撞到後面,又有餐鏡 原來只有巴貝尼在圖 全部的後防球員都上去撞空 幸好這個米路斯維 腳發力麻麻的 那個球推離了波歐 再拿回給沙維斯維 卡根諾夫撞到了 拍回來,但那個球還沒解圍 沙維斯維再咬過來遠處 可惜,哥維達利卡就滑到中間 就看到這個球就合作不了 剛才看到那個鏡頭也真的比較脆怪 全條後防線的球員 全部撞到前場 最後那個竟然是巴貝尼 因為他想去頂頭槌 希望破彈 沒辦法的 距離完場的時間越來越接近 紀錄仍然是3比0 藍斯拉夫還是三球球 遙遙領先 看來港聯在上半場 破彈的機會會比較容易 好,歐發去不去到 最後都比這個 在下落役 躺出來橫邊 戒外球 歐發趕快扔進 看下 又斬中間 又沒用 梅哥域頭隨頂出 又是橫邊 又是戒外球 控球指數 藍斯拉夫又多了些 在後半段的時間 有成百分之六十四點多 這個時間球席都充足不長 只是補了21秒左右 已經是九十分鐘的賽事 就打完了 上半場 紀錄是3比0 藍斯拉夫暫時 以三球球是佔先緊的 這個時候也是休息一會 雙方打了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雖然說港聯輸三球 但那三球真是開眼界 可以看到幾厲害的射罰球 第三球球 雖然擋到 你真的看回那個球 又有弧度 又有勁度 是沒得講的 這些球 本地球平時很少見的場面 今天在大球場有幸見到 暫時輸三球球 不過起碼港隊 迫到對手很拚命 下半場會不會打算 怎樣叫球員繼續拚 我想每一個球員都 當這場球 是一個很高的榮譽 其實很老實這樣說 以香港的球員 每一個人來講 如果在歐洲打球 有沒有機會對到 這樣頂級的球隊 或者球員 是這麼高水平的 我相信機會不大 所以他們都會 很好掌握這個機會 合演一場好球 至少要逼到對方 做出他們的真功夫 可以上半場這樣 還有事實上 港聯都有幾個機會 上上落落 不是說死守 所以在對攻的時候 自然而言 自己也在後半場 有些空位被人過來 但這樣球才好看 快來快往 我想在上半場有一段時間 球是不停的 在一邊去 另一邊去那邊 不過對方做得好些 我們就可能做得沒那麼好 但事實上 也是求來求往 都幾好看 在實戰當中 學到很多東西 是真的 最後一句就是下半場 我們不要說 攀平有沒有 港隊有什麼 寄望 當然是希望 少少入球球 還有減少人家的入球 但我相信 結果就不用太過介懷 但最重要就是 場球很低 多謝領隊 我先交咪咪給拍檔 好 謝謝Keyman 和Ken 上半場的確挺有看頭的 好 我們看看上半場的統計 師奇 好 上半場 港聯 看來第一節 即是 第一節 較為少些 只有百分之三十四 對方只有百分之六十六 到了中段的時間 百分之五十四 又多於南斯拉夫 因為南斯拉夫已經贏了球 最後 仍然是 南斯拉夫 以百分之六十五 香港聯賽選手隊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當然全場的總計來說 南斯拉夫佔優 上半場的射門統計 南斯拉夫寫十四次 入了三球球 港聯寫八次 沒有入球 各球呢 港聯隊比較多 有兩個 南斯拉夫只有一個 黃擺大加舞 紅擺更加沒有 又看看雙方在上半場的進攻模式 特別參加一下 就是南斯拉夫 據我們的統計 他們中路的突破 次數為最多 佔了他們進攻次數的一半以上 另外大威脅性的 就是來自左路 右路雖然攻勢不多 但是上真都頗自明 至於港聯方面 在統計數字 很顯示出 就是靠超過 所以右路的攻勢較多 其餘四次是來自中路 好 看看上半場的精彩鏡頭 好了 現在是黃家 他在我們頭頂 這個就是俄羅斯的評述員 俄羅斯電台的評述員 他們剛剛在我們西邊看台的頭頂 咦 這是南斯拉夫的擁躉 初一都見到 這批漂亮的字牌就說 我愛南斯拉夫 下面細細的一張就是我愛香港 那就是南斯拉夫對香港 上半場總算是頗有看頭 正如吳健所說 其實在上半場的情況 我們不管紀錄如何 最重要是長球好看 這批評商就是南斯拉夫的電視台 和電台 是的 他們亦都直播回到他們的組家 看到這個就是我們對面的觀眾席 看到今天入場的觀眾應該都不少 由於初四就已經開工大吉了 所以很多球迷今天都回了工 要放工 匆匆忙忙趕進來大球場 我們看到 比賽一路進行的時候 還是有球迷入場 照看 應該都已經過了萬人不成疑問 問題可能都已經去到 萬五六人都會有 因為兩邊龍門後面 座位已經坐滿了 比起初一的時候 是這兩邊的觀眾席 是坐得更密的 那今天的比賽裏面 都可以說得 是 港聯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大家在賽前 也都是 教練卻會都說過 今天這一場球 不要管他輸贏 剛才吳健也都說過 不要管他輸贏 只要是打得好 打得好 給球迷看 就已經盡了他們的能力 也都見到 藍斯拉夫的後備球員 在場邊 做熱身 這邊部分的嘉賓 今天專程來負責 各個典禮儀式部分 今天也有幾支參賽 隊伍的駐港總領事 或者總領事的代表 講到大球場 在這次比賽的情況 似乎不錯 草皮是日漸有所改善 現在中場的工作人員 也都是慢慢把草皮壓緊 但實際上 近這幾場幫我下去 吞那些草皮 感覺上 比起大球場重開初期 已經是有明顯的改善 那些草生得很漂亮 但是草靚是沒有什麼用的 我總是覺得 好像現在 在中場的時間 應該給人家的後備球 原來劇亞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每次都是不給的 我就很莫名其妙 很疼 是不是真的要疼得這麼交關呢 不要說他了 或者我們說回剛才那場比賽 在整個上半場來說 這個是藍斯拉夫 都可以說都是控制著 這個是戰局的 大家可以見到 一個沙維斯域 一個米客樂域 今天米客樂域 上來的助攻力 是強很多 不像他第一天 是對俄羅斯的時間 對俄羅斯的時間 他是不敢上來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著對手 對手不同 一見過廣聯隊第一天的打法之下 已經知道 動色了對手的虛實 他就說我不用怕你了 總是上來助攻就行了 現在見到李布倫 港聯隊看來 下半場又是作出另外一個調動 李布倫已經步出了 配合了球場裡面 看來都可能換帕斯堅 帕堅斯就在上半場拍著馬田 我總覺得我寧願換馬田 就不寧願換帕堅斯 不過有時候要等他們的教練 卻沒自己想 因為見到馬田就已經翻了出來 即是說將會繼續踢 照計以李布倫的位置來說 應該都是換帕堅斯 年初一的那場球 就調轉來換 帕堅斯就入體里布倫 今天看來會調轉 李健和據說有點傷 所以現在看到他下半場出來 仍然都是穿著運動裝 跟焦跡齊齊齊回來 看到亨群立也也跟馬田 大家研究一下下半場如何踢 這就是藍斯拉夫的神射手 暫時在場半的比賽中 已經入了三個球 杜比娜 在法國踢巴斯提亞 1.90身高的米露茲域 這場球把守 藍斯拉夫國家隊的最後一關 這個是德普洛夫 另外這個是米露茲域 9號 在上半場 他也在6分鐘已經頂入一球球 斯薩和拉迪斯拉夫都在 看來只是換了一個 就是柏堅斯 應該就是 因為李布倫已經入了場中間 現在就等球證出來 沒錯 球證也紛紛步入這個球場 下半場的比賽 立即就會展開 上半場 藍斯拉夫差不多是控制了戰局 問題是下半場 港聯隊能不能夠發揮一點點威力 或者破到彈 希望呢 向這個球迷有些交代 就算過不了彈 只要打得精彩 打得緊臭些 也算是有好的表現 現場的球迷 趁著開波的初段 又是自得其樂 又有些小飛機 飛來飛去 立即做人浪 這樣 好了 執法球證 瑞典的新道爾 立即計聲一響 展開了下半場 45分鐘的比賽 換邊之後 藍衣白夫 藍斯拉夫又攻左 相反方向就是 全紅球衣的港聯隊 紀錄是3-0 藍斯拉夫是領先的 港聯隊換了一個人 入場的是 最七號球衣的李布倫 將會擺在箭頭的位置 奧納利奧 卡根諾夫 來一個合拍 可惜這個球被人偷掉了 施殺解圍了 不敢高張 看到對方的杜奧域 亦都趕到 杜奧域是左腳仔 在葡萄牙找食 看波圖 施泰芬奧域 回到他 亦都看到 藍斯拉夫 換了一個人 十四號的 登地即司機 入場 穿起十四號 波生 教導時間 我們點點看看 他換了誰 拉迪斯拉夫 可惜這個球 波圍達利卡 比前又被人偷到 這個高佬的波圍達利卡 不見到波力 四號的波力 被調離場 就由十四號的 登地即司機 入替了 這個就是他了 好,來一個直線 看看有沒有還有接應 可惜這個球被太大力了 這個波圍達利卡 就是 就算有速度 都沒辦法趕上 追到這個波 他就算有速度 到達利卡 米客諾域 看來沙維斯域 也沒有離場 對於隊長的避章 下半場 就由米客諾域 帶起了 好,看看 南斯拉夫的攻勢 如何 拋籃 去到港聯隊的三十線 花貝尼截到 不困難 馬阿田 李布倫第一個碰球 撿回馬田 再由五群俠在邊線 沒有辦法傳衝 拆出來摸 李布倫 花貝尼 看真點 原來登地即司機入替沙克維斯利 波力在那裡 波力在那裡 即是換一個 波力走過去打右邊 剛剛線了 他轉了身 所以看不到他 現在看回他了 奧化看看這篇可不可以 又被對方兩個球員拍掉了 最後拿到球是五號的史蒂芬奧域 稍為痴域 下半場都被調離火線 即是說 今屆何翠波來香港踢了一場 換球沒有入球 是啊 不過第一年初一 他一下半場就演出很差 不知道是否今天 想像上一次那樣 下半場也有 不如先換你 不要給你 繼續 好了 登地即司機入替了 沙克維斯域 米路斯域 推順 高維達力加 去不了 斯蒂芬奧域 又頂到 又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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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米路斯域 撐到多少事 他說我這麼容易撐球 沒有人過來拍他 任他去撐 站在旁邊 這個是先殺 任他去撐 沒得談 這個先殺不夠硬朗 看來這個撕殺都是 看來 一上來 撕殺都未到 人家已經頂到了 人家已經頂到了 幸好就把我幫他頂得出界 仍然呢 這個奧拿里奧 逗回來 哎 李布林升高 仍然不知道頂什麼 好了 看到呢 米克洛域 送回比手 袁偉路斯域 維克洛域 卡加諾夫 把球制成一種界 史蒂芬奧域 維克洛域終於脫掉了 卡加諾夫 奧化 對手 鬥搶之下 那球也被對手 史蒂芬奧域搶了 史蒂芬奧域 在左邊又鬆出來了 平平在左邊 最高 德布洛域用手 這球扔得很遠 這球肯定很遠 現在看到李布林 扎進去 力壓 扔啊 大家都扔啊 球制看出誰了 這次戒就是扔 扔著李布林的感覺 球制反而是衝佛了 李布林的 這位瑞景席 球制 真正 新道義 總覺得他 追起上來 沒有另一個 球制反而是 球制反而是 比較偏僻 沒有蘇格蘭的 沒有 可以 布洛域會扔過來 給布洛 好 好 給馬田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杜芬奧域 找到沒有 被射到 還有 看有沒有 馬田 有啊,奧法拿著,一散出來,散到呢,包到來的這個呢,是登地積斯基 嘩,馬上那個球又扔了進來了 五斤拉 摩牙,掉了,終於摩牙,拿球掉底 喂,有沒有人買,撐撐他呢,是 終於撐到後面,回到奧拉里奧 德布洛夫 五斤拉 再看剛才那個球,一腳撐過來 他不知道想寫還是想傳 啊,利用利烈的,打滑那樣 七號就是李布洛 剛剛才下半場入替了,這個是柏堅斯的 登地積斯基 入替了,這個是沙維斯域 維克洛域 杜勞域 追到啊,盧比娜 最後呢,這個是 奧化回來救駕 結果呢,被人得了兩燈,他就踢出街 開外套 登地積斯基 杜勞域 奧化又解圍了 一腳又回來 又走啊,李布洛走啦 啊,但是那個球已經進了禁區 這個米勞之域 下半場就採用這個是急攻啦 因為呢,是 李布洛在前面有些速度 可以利用他的速度和他的頭鎚在前面攻堅 柏維達利卡 波力 又是波力 馬田馬去搶 壓著對手 登地積斯基 維克洛域 英日月祖衛在先 港聯隊的自由球 西朗 斯里殺 踩上來這邊給卡加諾夫 卡加諾夫沒有人 打著相片 現在有人過來 一逼,終於是街外球 是杜比拿過來逼掉他的 布拉利歐 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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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夫在前面 馬田 馬田真是令人失望一點 一個 每次送出來的球都不準 這個 在較早前半場 李布林已經入替了 柏堅斯 韋奧之域 韋克落域 韋克落域 梅高域 韋克落域 韋克落域 韋克快 韋英 走啦 老陣經常說我不好 走給你看一下 登地積斯基 登地積斯基 再給回登地積斯基 米克羅域 杜羅域 給巴貝尼撞 但沒什麼用 在米克羅域腳下 一對我過頭的球 過不了卡卡莫夫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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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4比0 米克羅域 米克羅斯力 越位在先 幸好 黃正也看得到 米克羅斯力是越位 他伸了一條零 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個時間就沒有越位 這個時間就沒有越位 後上這樣也射入 但黃正就拍了越位 我們有線體育台 不用怕了 有時有十部機器 所以越位看得很清楚 巴貝尼撞到自己人 撞到自己人 撞到自己人 拿回二頭 吃了巴貝尼 下半場比賽 打了十分半鐘 紀錄還是3比0 剛才 斯拉夫的一腳炸壺 沒有改寫到紀錄 米克羅斯力 待會後一點 杜勒域 再後一點 還有一個隊長 下半場就由 重炮手 負責擔任隊長 嘩 口未完 真是重炮 把球放過來 這邊禁區 幸好德布洛夫 亦出來打 在米克羅斯力 頭頂 打掉這個球 事實上 米克羅斯力的範圍 都很闊 他在整個禁區 裡面都是有危險性 絲殺 負責看管著他 都未必能夠 可以凍結到他 這個球 大家都不要 諾域 彈了球 過來這邊 斯力薰 號位 按給他 前面有個 後面合體的 登地職司機 但他直接一點 放個高球 想說給高佬 高威達力卡 他會把他拿去 德布洛夫 打開球 撐回後 還有拉迪斯拉夫 沒有問題 彈給他 哎呀 勞訴就正確 可惜力量 小了一點 杜努域 又被巴貝尼 搶掉了球 好球 好球 奧花 這些球 就是奧花 最難 最耍 最耍的 貴波比奧花 就應該這樣 你不要給他 他自己 困住上 他搞不定 很多功夫仔 你最好 就給個直 讓他跟對方的守衛 去哨 這個球 雖然不能夠把球傳蹤 但逼回角球 拍球出界的 就是二位無高域 巴貝尼 離開 龍門世界 有一位90 的身高 偉道之位 這個球完全沒有受到威脅 有這麼多直線 就是這個 手直斜手 杜比娜 但是這個球 太力了 杜努域 也不能走 這個球看來 還有越位 這個就是 瑞典籍的球證新導爾 泰金朗夫 巴貝尼 放過直線 李布倫 接到了 但是邊線還沒有人 只要給巴貝尼 奧化 正在等著他 但是他遲遲不給 杜努域 又迫鬱了 走下來 史蒂芬奴域 腳下 又會調整長球 這些長炮 好殺食 幸好這次 米路斯域 被施殺 封了一條去路 這個球很漂亮 如果過了頭的說法 又危險 對手 他把球打開 他把球打開 中間的摩亞 他卻活 很多話要說 跟誰說 現在球在力外那邊 全是聽不到的 現場我們看到 他跟奧化說話 我們教一下奧化 怎樣突破 他就是肺液通的領隊 而奧化也是肺液通的球員 應該溝通方面 都沒有問題了 場邊也看到 港聯隊有球員傑身 看看這邊 南斯拉夫的進攻 如何 杜比拿 被後上的史蒂芬奴域 想說下底線 但是兩個港聯隊的球員 包到 包到的就是奧化 尼利亞的外匯 史蒂芬奴域 上來開這個自由球的 就是米克洛域 如果在另外那邊 這個球他直接可以射 但是呢 在左邊應該不是很適合腳 看看他是斬 還是直接撿 港聯隊排出一個 兩人的人像 傳出來 這個球落幾危險 幸好又是施殺解圍 這球也是施殺 又不頑 主要呢 教哥是負責 中路偏 左一點點的防守工作 包了一條美主 頭髓很穩陣 頂得出去底線 情書的角球 來一下 來一下 天門義樂 得普洛夫世界 可以的 得普洛夫 你欺負我 斬到球這麼近 好了 奧化 走到左邊賺錢 這個球 發揮到他的速度 中間有沒有人有速度 有問題 李布雲呢 現在才撞到 講明到現在前風箭 最快就是奧化 也都見到另外一個 梅亞 準備已經熱好身 相信很快便會入梯了 看來這個放球 五群合的斬 中間也有高佬 上來的了 要見到就是卡根洛夫 和奧納利奧 真的斬給奧納利奧 搞定 奧納利奧 頂入下半場 15分鐘 追成1比3 接近的比數 快速破彈 這些球 大家都是鬥高 和鬥部位 所以就沒什麼高低 五群合斬的球 出條路 總是很漂亮 奧納利奧 亦都捕到的漂亮位 奧納利奧 他們在南馬合拍慣 經常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奧納利奧 就是給奧納利奧 斬給奧納利奧 後上去頂 所謂的默契問題 奧納利奧 一步奧納利奧 來奧納利奧 來奧納利奧 就斬給奧納利奧 這個球再在龍門後面看看 其實有這個先來奧納利奧 來揹著他 奧納利奧 吃了他的位 首先頂到的球 追成1比3 而港聯隊也是趁入球之間 換了一個人 梅亞特入替了摩亞 第一節的控球指數 我們看到南斯拉夫 仍然有非常容易的狀況 港聯隊換了一個人 看看會不會加強壓力 現在的勢 港聯隊應該好多 雖然不是說收復失地 所以港聯隊翻譯 或者贏球 還是一個夢想 但起碼破了光彈 士氣也有很大的幫助 十一分十幾秒 第一節的實際比賽時間 現場的群人可心 現在看到兩邊龍門後面的觀眾 已經很緊張了 終於港聯隊 在兩場都有進場 起碼對主場的觀眾 都有一個交代 尤其是這場 對著南斯拉夫 過加隊也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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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這場比賽 還要出界 剛才的波哥 不問阿波有功 好像說 這些真的日子有功 配搭出來的 但港聯隊 由於可以說是拉閘成軍 所以這次的何飛哥 都是很舒適的問題方面 沒錯 但沒有辦法 只要他們打出了拼擊 就算輸球 都會有得看的 兩日球 給球迷 入場的球迷 就開心了吧 就算在我們電視機旁邊的觀眾都開心 看見這個環境 好了 現在就是南斯拉夫的反擊 施殺領春 看見這個環境 沒要求這個球 沒要求這個球 沒有要求這個球 杜比拉出來 有了 得保洛波 杜比拉一去的時候 得保洛波及時出來 是把球捕著 漂亮 這球球 好的門將 就是有這樣的現象 今天雖然輸三球球 但也沒辦法 幾球球都在那邊門口 這個球球的好時間 很準 琴琴下去 雖然杜比拉起腳 但都被得保洛波 緊著 好,廣連隊的進攻又沒用 此題分和域解圍 杜魯域 再給他 又給這個 杜魯域 命啊 走不走都啊 奧拉利好殺到咯 奧拉利好看準他來勢 你過來我就回覆你 好,終於開了出來 這個球太大力了 都拿回 聯亞 整個長傳 這邊沒有人啊 哎呀,等一下 李布龍走完這一步嘛 李布龍還夠走完這一步 好,但他好像要收捕 魯之域,門長 門高域 下半場由於這個 藍斯拉夫換了沙維斯力之後 亦都好像打起來 沒有了一些 攻擊力 攻擊力較為少了些 亦都好像他們第一日 原初一 對於這個呢 是俄羅斯這樣 一到下半場立了下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 頂到威爾波 可以啊 那個是大力加 所以大海才頂高了 今天呢 仍都一樣 一到下半場好像立了一些 這樣哦 不知道是不是呢 又覺得自己已經贏了三球在手 也都不用跟你急 但是你一不急呢 你港聯隊有機可乘呢 你就亂盡了 現在呢 追回成接近些的紀錄 1比3 人王呢 一直都頻頻在做 自從港聯隊入了球之後 球迷都很興奮 到了這段時間呢 也都看到球迷好像越來 進來又多了些 又比呢 我們做到開球的時間 又多了些了 這個呢 就超過了 應該是啦 7點多鐘啊 剛剛呢 剛剛呢 放了工吃點東西 鬥麻開工禮事 進來看球就好了 我看到呢 藍斯拉夫也是準備做出一個調動 啊 這個好球啊 看著死球之便呢 就看到3號的師傅高域 準備入梯了 但是未換得住 那麼 看到場邊呢 就是11號的杜奴域 準備就走出場外了 但現在又等另外一個死球了 剛才說未完馬上吹罰 那就是罰了港聯隊的巴貝利 不是給黃牌 不是巴貝利 是屍殺的 再看看這個球 在後面 哇 那真的要給黃牌 連人帶球踢的 換了人 他的助攻力很強啊 哎呀啦 又重跑啊 哇 仍然下來了 這個登地即司機的下 看下落域 好了 出來啦 師傅高域 看下落域 師傅高域走位 送來中間 屍殺 最後屍殺頂橫了 還未解圍 還未解圍 現在終於解圍了 現在出去橫邊 是單位球來的 二十一分鐘的下半場 還是三比一 藍色三個藍斯拉夫 兩球球領先 好 師傅高域 立即上來助攻 哎呀 撐到啊 有球 但躍了位了 躍了位了 零零丁丁一個 這個呢 又是九號的斐路斯力 躍了位了 所以說看我們有一次電視 真的很清楚 零零丁丁一個 看得你緊 好了 奧娜你好 梅亞 五群拉 巴貝利 再側纏少許 拉迪斯拉夫 馬田走位 他不給他 你把後面 巴貝利 再交過來 來啦 拉迪斯拉夫 哎呀 他想做他直戰 誰知道李布倫就不走 這些就是沒有默契啦 李布倫就不回意 他就弄了直戰 誰知道李布倫就不走 哎呀 這些就是默契啦 沒有了這些默契啦 如果你是打藍馬的呢 仰仰仰呀 阿惠倫已經到了 哎呀 拉迪斯拉夫說 你的 那就已經到了 結果是呀 他又可以讓李布倫走進去 但是李布倫就不走 所以見到李布倫都舉舉手示意 哎呀 Sorry 不知道你敢比法 真是呀 看明星隊呢 就有這道弊病 雖然呢 就是集中香港呢 最TOP的這班球員 但是始終呢 那個操練時間 是太短了 也都未足以令他們 建立到默契 這件事呢 同著幾支 訓練有數的國家隊 比較起來呢 肯定是蝕底些的 但不群下這個直戰 也都放得挺漂亮的 看李布倫有沒有出道 走一下 走一下 實際上這個球員都追不到的了 這位呢 都是 很易通的 球員 如果他根據習禮呢 這場球 他就 今年呢 他可以派利是 是啊 剛剛結婚無奈 他就 癌斯拉菇的門將 米露斯惠 頂到的高佬 哥維達利卡 後面入締的登地職司機 哎呀 這個球玩失了 吳群立折到 放個高球 翔哥 哎呀 球員有沒有發聲 可能很多自由球 說完了 喂 又有鼓叫了 這個位置 還不是吳群立 吳群立 吳群立在這個大球場 同一個位置 同聚著 喂 功運都曾經是入了兩球 直接間接 都是因為他在這個位置的自由球 見功了 連賽的那場球 亦都在這個位置 只有一個自由球 但是當時 就包背了 用左腳射 那個球也射得不錯 但是呢 其實對腳形 就應該是 不困難的 看看誰射了 連攻見到後面入締 哎呀 真是射了 果然間就是被這個 後面入圈無奈 的梅亞 粗刀 三個雙雙糧糧之下 最後都是決定給梅亞蛇 但是這個球 就稍微令人失望一些 再看看那個球 偏離目標 遠不遠 藍斯蘭波 排出一個 四人的印象 哎呀 都幾遠 可能他是想被印象 但是呢 就沒有落到內蕩西 那個球沒有扯到回來 港聯還有攻勢 加岳球 仍然都是港聯球 看到拉迪斯拉夫 就執定他扔了 後面有個雲鴨 但是他直接扔了前 他直接扔了 找球 哇馬田好像很久沒踢球了 撕殺的頭緒 大家都鬥皮 終於呢 麅路斯域 牙扎些 牙贏了卡根洛夫 叫過來左邊 沒錯 助攻的斯蒂芬浩域 有人跌馬式上來 不需要 他也說不需要 側給斯蒂芬浩域 就自己射了 再來 還有一次 這次是斯蒂芬浩域 射 嘞 哎呀 這個球呢 主邊都是兩三個球位 所以 德普洛夫 都完全不敢怠慢 飛到盡了 剛才說 我剛才提過 這個三號的金寶仔 師傅高域呢 在 年初一的初賽 都看得很搶眼的了 看他入場之後呢 也都 擺得很前 相信呢 因為後防都已經夠人了 所以呢 他更加放心助攻 這場球有 水準演出的德普洛夫 開出了這個球員球 又被師傅高域截到 今次他是分過來右路 好 盜比娜 頂點了 這個球是側錯了 哎 梅亞又自己拿掉腳 真可憐 又益撒師傅高域截班 韋魯斯密尼 來個撞場 可以射 幸好中間奧娜 你要紮找個馬 等你來的了 紮了這個球 這球 沙丁洛夫呢 一直引球出擊 推了上來前場 踩回後球給他 踩個球 李布林也踩得不太應貫 是真的 韋亞下來一句 麻煩他立即彈個邪直線 給米露斯維的走位 面對著撕殺 下半場撕殺之凍結 米露斯維 就做得相當不錯 你走去左 我就跟你左 你走去右 我就跟你右 而且呢 無論你是欠頂頭鎚也好 或者腳下掃蕩也好 都幾次是截到米露斯維的頭腦 韋亞下來開 德普洛夫不出 因為這個球呢 就是 過了頭 韋斯維夫也沒有人接應 馬貝利呢 執定那個球 等他進來先 回到光頭仔 馬田就彈給他 不然 自己繼續推 推上來前場 哎呀 步法都未到 這個是 師傅高域已經腳到了 等球出環境 這個時候呢 港聯隊呢 也都見到 馬赤麗呢 是 都未入場的 韋斯維夫繼續攻勢 過不到屍殺 這個球 也都罰了他 烏戀腰呢 被他跌了這個 師傅高域的 師傅高域呢 也都一心跳高去頂 由於 吳群立都知道他頂不了了 所以這個球呢 沒有叫之下 就形成了呢 是一個犯規的鏡頭 師傅高域 再把那個球 給回門將 米露茲域 米克羅域 已經下半場的 二十八分多鐘了 這個球比得很漂亮 米露茲域 看看過不過到屍殺 屍殺呢 屍殺呢 真的是一劈膏藥 就黏住他 搞到米露茲域 在下半場活動能力 是減了很多 和上半場相比 師傅高域 有危險 很幸運 德普洛夫 這個球呢 拉完之後呢 就 才慢慢 落地痛 因為被對方 在背部 硬硬硬 再看看這個球 師傅高域的傳蹤 進入了小禁區範圍 德普洛夫呢 很有把握 哎呀 史提芬奴域 近來呢 撞撞他 下半場呢 其實港聯隊就贏了 下半場呢 只是計下半場呢 現在港聯隊就1比0 佔先 那比賽上半場呢 就先輸了3球 所以紀錄呢 就是3比1 但港聯下半場真的看得好啊 是啊 比上半場呢 真的放了很多 那不就是輸了3球 反正都拚一拚 打放一點 好啦 又有機會啦 看這個球去不到 可惜巴貝尼 巴貝尼的時間不准啦 有機會呢 可以擠到賣的 如果他時間賣的 準的 那球一落地就擠到的了 但奧拉利爾這個球都交得好漂亮啊 一個高球 打在中間 一刀 可惜巴貝尼踩不到那球 那這個時間好像換人了 是啊 剛剛這個慢鏡 我們重溫巴貝尼的埋門的時候 港聯隊就作出另外一個調動了 2號的馬錫菲 就是入替了19號的馬田 那幫頭仔呢 被調離場 那斯拉夫這邊也換了 那派這個16號的比杜域呢 就入替了這個4號的保力 比杜域呢 也是上一場球的正選來的 這場球呢 就後備上陣 相信呢 無敵無險這個 加斯巴菲的 國際足球賽的貴軍呢 藍斯拉夫應該都代了大半入袋了 那問題呢 就是紀錄會不會改寫的呢 那第二節的控球指數 顯示藍斯拉夫仍然呢 都是有明顯的上風 第二控球在著的時間計算 那實際的比賽時間呢 有成7分多鐘了 這個相當一點不錯啊 下半場已經打到30分鐘 幾個形容是3比1的 那光光是入替的 比杜域呢 也是呢 曾經除這個呢 是PSV 恩浩雲呢 是來過的了 馬田呢就被調離場了 由馬錫飛入替的 大家都是馬 好啊 慢鏡呢呢 我們見到這裡呢 出現了一個碰撞的鏡頭了 藍斯拉夫的金毛仔 3號的師傅高域呢 就是 掩著條腰 現在還躺在這裡 大家呢 都是全身去拿球的 這個球呢 其實就不是說 互相有什麼侵犯 因為梅亞 就剛剛呢 轉身 不過他的人就到了 那麼 這一邊相呢 就是藍斯拉夫的教練 新茶師 那麼後備入替的馬錫飛 連出那場球 他就是打正選的 但是呢 移了他去 打這個 右邊二閘的位置 似乎就不是說 十分之穩陣了 畢竟呢 他都是一個中堅的人才 哇 師傅高域不行啊 要抬出場 走出場而已 哈哈哈哈 我相信呢 就馬馬出番行 應該都行吧 對方呢 也都是 很有風度啊 將這個隔外頭 都扔給他 好 拿利奧 馬錫飛 出來呢 就放了他在中間 不是好像 原廠那場球 放了他在兩邊 好 抓他來 哎呀 這個球矮子得了 那球呢 頂不了的 那他批回來呢 他這麼巧 就下在不平衡腳下 但是立仔這個球呢 都是射得慢慢的 而已 他摺到很高 沒辦法啦 因為那個位置都不對 他減速起腳而已 好了 這個呢就是比杜玉 這個效力 PSV二奴坤的 入替了這個四號的波力 仍然是這個呢 三比一的比數 藍色三個藍斯拉夫 兩球球在佔先近 這段時間 講完那個高勢 實際上都不頑皮 這段時間 李布勒 不群立 給他 想給梅亞的時間 亦都給對手 這個呢 柯維達利卡 就踢得了 這個就是梅亞 下半場呢 就入替了 這個是六門的摩亞 卡迪斯拉夫 巴貝利 轉來轉去 比阿拉迪斯拉夫 落底線 送到出來 不送 打的 現在再給他 來英格 再給他 射不射得卡迪斯拉夫 射太 卡迪斯拉夫 也上來射 但沒力 按死了 是被米勞之力 躺下地下 把球切回 這個呢 就是卡迪斯拉夫 射球 卡迪斯拉夫 一彈 卡迪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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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順 就射了 但那球沒有力了 李布龍 亦都飆到的時間 亦都離遲半步 因為呢 米勞之力都接得很緊 再看看 另外一個角度 沒有力 這個米勞之力 跪了在地上 我等你的球來的 好了 港聯隊後 給大家一個自由球 吳琦勒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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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想 它竟然想 跺下去 攻跌下去 但是那次跺下了 臘仔 都算厲害了 前衷 腳腳 進去 今年的賀瑟波 他就在港聯隊的 隊長 亦都打到的 二時為止 唯一一個華籍球員 在港聯隊的阵中 由於港聯隊也有幾名香港隊的主力球員 因爲要在香港隊練球 現在好快 大家追不追到 追到了 瞄了出來 轉出去 梅亞想去的時間 但已經離前搬過 這是馬瑟菲來的 結果球出了界 在大外球 好快 幾下 抓隊都不下去 又有機會頂啊 哎呀 還有 追回 好快 追回這個球 看看怎樣了 走出來 卡加諾夫和他鬥拔 求勝追罰卡加諾夫 追罰卡加諾夫 應該追罰卡加諾夫 卡加諾夫是拔贏的 嘩 見到杜比蘭又坐在地上 是不是他鞋子不對 我記得 連翠日他也是這樣 不是走過來換鞋子 好了 現在又來了 好 到藍斯拉夫 魏律斯璧 衝出來中間 對 得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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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對 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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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時間還有9分多 記錄是3比1 藍斯拉夫上半場贏3球 廣連下半場贏1球 看來藍斯拉夫仍然保持進攻力 仍然想多勝 但事實上廣連 經過了長半的比賽鍛鍊之後 這局越來越有進步 如果再多打兩場 廣連都相信會更好 藍斯拉夫在前場又有機會 後面助攻上來的斯蒂芬奴域 那球讓了比杜奴域 再打給斯蒂芬奴域 全中 德布洛夫怎樣 哎呀 這個球攻得齊 他移到尾柱 但球套過了他 拿不回來 好想這個杜比娜 亦沒有人發出球 比賽鍍奴埃 分成出球 那球呢 那球的球在後面 衝過去 好快 一試試看 哎呀可惜 撿了對方的位置 轉身已經太慢了 對方是被導益 撿住她 沒辦法 轉身 看看 剛才是杜比娜的多跳 太薄了 所以他想將球打中間 這才是分號位 只有22歲的球員 看看這個球員怎麼擋 奧化批圖 卡吉諾夫 調回到中間 左邊有個不群壓 結果他不給到 他不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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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自由球 離開龍門口 也有35碼 好像說 你看看會不會直線 卡吉諾夫 大角球出重來 又是巴貝利站在 他身邊還有個馬錫菲 他已經走開了 這個威迪斯拉夫 如果不是直射 都可能是巴貝利或者馬錫菲 他過來做個手勢 巴貝利射 有每橙公人 有每橙公人 有每橙公人都發射 那個球在門口 已經沒有力了 尾路知榮很輕易把球 給他殺死 巴貝利在這兩場 河水波都受到腳會中 斬斷人 但是畢竟面對著 質素卡士都比他高出兩圖 所以巴貝利算不太好 但是並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這邊又見到奧化上去 才是分為力 進了波子環 好了 已經扔了進來了 巴貝利作勢斬 原來右腳出自鎮 看看我們的排球解圍 波維達利卡 力鬥這個拉利斯拉夫 結果大家都脫了 一個不開 道貝拿就很威上全場 又是米路斯域 變成奧拿利奧 越了位 原來早早越了位 到時候被黃牌都來投訴 這個好像是波維達利卡 不關米路斯域的事 他們只是越位 但口多多領王牌 那個就是波維達利卡 這個球 比的路數挺漂亮 剛剛越過奧拿利奧 但是出腳的位置 都很前下 接近中線的位置 又是頂光了 回來後球橋 那個球 梅亞踩了幾巴掌 來 還有 李布倫 那個球 帶過來不均 扯過來中間 落點 就是這樣 但由於沒有人過來衝突 加上那個球 剛剛接近馬典 米路斯域很輕易出來 把球又接完 都沒有受過威 這個就是施殺 又頂贏了高維達利卡 下半場的施殺 本來真的相當不錯 好快 回到下半場 但中間是不緊張 因為對方向球員連動過來 一個迫著一個 突然把球踢出橫邊 輸了間外球 很恐怖 但他加速踩起奧拿利套 弄到奧拿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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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知道怎樣 結果 都是輸了間外球 都算是很幸運 還有五分鐘左右 比賽就會結束 將會知道今屆的 賀水哥 貴軍誰屬 22歲的史萊芬和他 22歲的史萊芬和他 以為以外 看來藍斯拉夫都是貴軍的了 好了 現在 駱力又把球走過來捉路 沒有 加一個 加上 李佩論 球除頂後面 巴菲利 再過來 走過來 右翼體 靠個目標 合過一個 又有人 又有人 就是登記即使機 效果是出發 沒錯 又有爭司 這時間 能不能再追回接近些的紀錄 剛剛落到 一級 過了 登記即使機 比球過 不比人過 老怪都 誰知波子已經開了入來了 又不好用 屍殺 再鬥過來這邊 想被奧化 每次你用奧化的速度 但是 波速速不太太腫 所以奧化現在去不到 李佩論 站出來很久 後面就是李安立 還有李波麟,掌握拱球再打,沒有用 還有馬淑菲 馬淑菲拱球射過去,但可惜射高了 射完球那種蓋過頭 對呀,就算不入也給對手一個冷靜 先嚇嚇對手 但無論如何,一球又是輸,兩球又是輸 永遠仍然是3比1 藍色三個藍斯拉夫,兩球球戰 大家以為那種很漂亮 剛才才過去 後門球 李盧茲域,預備替藍斯拉夫開出 韓國來看錶,大中是42分幾中 紀錄園仍然是3比1 右線體育台,在香港大球場直播這場比賽 李盧茲域 李盧茲域 李盧茲域是頂不到的,但她是頂不到人 那球下來了,被拉迪斯拉夫的腳下 再蹲過來中間,時候被巴貝尼去不到 下來了,藍斯拉夫球員的腳下,又有 還有,這位師傅司機進來之後,這位師傅高域走到右邊 現在輪到比道域,在左路,過卡巴摩夫射 過卡巴摩夫達,最後一射,射高了 這個比道域 這位是PSC,越來軍,有拉迪 很漂亮,卡巴摩夫被她碰過了 可惜最後一射,是被打中球底 再另一個角度看她,多漂亮 卡巴摩夫各個,就射了 可惜按不到球,打中球底,越來越去 李布勒,這個球就吹發了 整個馬索菲菲人亡潔了 現在,突然一開始打,好,一點點 現在奧娜利歐,她就先上去吧 等奧娜利歐都上去,巴貝尼頭銹了 不困了,又是縮了,李布勒通上去 是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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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李布勒就頂了,完全不發力 它發力就好呀這波 他就這樣站在那邊,這樣頂 如果發力呢,碰碰碰碰碰,那波有力的 來,你看看,它站在那裡,完全沒有發力 沒有發力,一發力就遠了 角度好些 腳門剛剛才看幾多 真是望球輕彈 這波要有法力 法力頂上去 他不是 他站在這裏頂上去 借門的次數 藍斯拉布24次 廣亂公約 有十幾次 有十四次 大家落福解圍 沒有藥 師傅高榮 又塞在中間 吳琦立又撞出 仍然落在這裏 這個對手 這個登頓即時擊腳下 布比拿 一撞在中間 頂到了 卡卡諾夫 李布倫 一爆傳拉迪斯拉布 頂到長傳 沒法 去咯 但去不了了 此題分路景 看準了 大哥 還不讓你放嗎 大鐘已經夠了 碰球的指數 在最後十五分鐘裏面 仍然都是 藍斯拉布佔優少少 比賽的時間是七分四十幾秒 特製的比賽時間 包貝利 李布倫 拉迪斯拉布 來了 還有幾個球 做多一顆 三個包到 最後 最後 米赫諾榮 包到 把球解圍出來 師傅高榮 走 看有沒有機會 衝過來 中間 沒事 德普洛夫世界 立刻扔回來了 包貝利 頭隨頂後 馬錫菲 這個 卡卡諾福 再送來右邊 又過不到 這個 包到來 中間的米赫諾域 這個 已經不夠膽上了 好 你好 第四號,巴貝利,施殺,李波倫,戰鬥過來,奧法追到一個球,還有啊,還有啊,看看你怎辦啊,看下樓底線,接過他,他吸一波,第二球過來,震動啊,但是重點啊,有意思,這個奧法又拿回,那球衝出了界路,巴貝利追不到,戒外球來啊,藍斯拉夫戒外球 李道玉扔入,給他出界,是戒外球來的,港聯的戒外球,大中已經過了一分多兩分鐘了,記錄仍然還是3比1啊,在保持的階段,剛剛算兩分鐘,看球證的勢都好像還未想出現的,李波倫,巴貝莫夫,李波倫,一挫的遠處,快來得正啊, 馬數機也去不到,那球是有勢的,李波倫呢,就有一些這樣的得意法呢,就是說,那些球應進的,他未必能進得到的,他不應進的,他就可以射得到的,因為剛才那球如果他發了力,即是能夠發力去頂的話呢,那球是有機會的,但是他不是,他站在那裡這樣,好了,他有時間,球最低聲一響了,90分鐘的發動時間,打完,記錄就是3比1了, 這個呢,這個呢,是藍斯埃夫擊敗了這個港聯,也都決得呢,這個呢,是何順夫的貴軍的,不錯啦,那麼港聯呢,自然就成為戀軍了,我們叫他休息一會兒 九七英的藍燭總盃,戰鋒 其實整場來說,我相信球迷都滿意了吧,除了說,我們是1比3落敗,但是整場球,我相信賣門機會雙方都有很多,有四個的入球出現,賣門來說也這麼多呢,我相信大家滿意了吧 因為最難得呢,就是對著藍斯埃夫下半場,完全不要說,就是不夠壓力啦,只是放膽和對手搶,拿回一球球,下半場1比0,加上輸1比3啦,但是呢,其實這場球完全有交代了 有沒有點名,覺得哪兩個球員覺得好一點呢? 其實不需要的,因為我們主教練,卻浩先生已經跟所有的球員說 上本場雖然落後3比0,我們也要忘記的戰果,出去呢,就享受一場比賽,不要打算死手 出去,要令到觀眾,球迷買批入來的那些,是要滿意,拿回入球,最少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只是出去死手,沒有觀眾來看球,那麼我相信各位球員都做到這一點,也都希望各位球迷會滿意 剛才呢,就看過一場好球了,待會來這一場呢,就是決賽 決賽呢,你上一次是對過的,對過瑞士 那這場球瑞士對俄羅斯,你怎麼看? 我相信,我個人估計是俄羅斯高一點啦,但是瑞士你不要忽視他防守 穩健的防守,加一個快的反擊,大家的打法率差不多 但是我個人會看到俄羅斯多一點那麼多 看看你的眼光又如何,總之下一場呢,又是快打快賽事 謝謝招職先,交回給我的同事啦 好,謝謝,招職就說看好俄羅斯,稍後時間就會結束 賽事在8點15分來上演 我們先看看這一場季軍爭奪戰的統計 空球指數方面顯示,就是廣聯隊的演出是每一段時間比一段時間好 頭15分鐘,落後都很多,但是第2個15分鐘,落後的幅度已經縮窄了 去到最後的15分鐘,差不多成為軍勢 至於射門方面,這場球為什麼這麼好看呢? 原因就是雙方加起來有接近40次的射門 這一場球來說,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各球方面,雙方各有三個,王牌也是各有一面 至於雙方的進攻模式方面,在下半場來算 港聯比較集中在左手邊,有五次之多 右腦就較為皮有一點,而中間的突破都不錯 而藍斯拉夫方面,同樣也是比較集中在左路,右路是沒有的